最近在寶可夢訓練室之間最火熱的話題肯定只有一個 沒錯由 Niantic 所推出的擴增實境手機遊戲 «Pokemon Go» 在 7 月 22 日的週年紀念活動之後 解禁了傳說級的寶可夢 世界各地的玩家只要在道館團體戰中獲勝 就有機會捕捉到洛奇亞與分別代表三個陣營的三神鳥 不過大家知道這些神獸最早出現在 Pokémon 的哪一代又要怎麼獲得嗎 就讓今天的特別企劃來告訴你喔 首先是被稱為海神 但卻又沒有水屬性的帥氣洛奇亞 他最早出現在 1999 年 GBC 上的金銀版 銀版的玩家只要在滿金市解決了廣播塔被火箭隊所佔領的事件之後 就能夠獲得銀色之語 如此一來才能夠進入位於 41 號水路的漩渦列島 最深處挑戰並且捕捉潛藏於此的洛奇亞 至於金版的玩家就得要等到稱霸聯盟 回到關都地區的尼比士之後 才能夠獲得銀色之語囉 由於在電影版《洛奇亞爆彈》裡 必須要有三神鳥所守護的寶珠才能夠召喚洛奇亞 因此普遍認為他們之間有相當的淵源 相較之下明明是童介 卻又老是被戲稱為攝影師或是色為大嘴雀的鳳王 一直到最近才有比較多的戲份 需要再接再厲喔 接下來是三神鳥之一的極動鳥 由於它所代表的藍色瑞之隊 在活動中表現最好 因此第一個開放捕捉 它最早出現在初代 也就是 1996 年 GB 上的紅綠版 輸出海外的藍版 以及今年動畫播放的皮卡丘版 玩家只要潛入位於 20 號水路上的雙子島最深處 就能遇見高傲的它 太過依賴龍屬性的人可是會吃大虧的呢 而三神鳥中第二個開放捕捉的火焰鳥 代表著紅色無泳隊 最早同樣是出現在四色版本 玩家在前往最終決戰之地 十英高原之前所必經的冠軍之路 就由火焰鳥坐陣在其中 大概就像是《魔王城》中放著傳說舞劇的概念吧 它那熊熊燃燒的模樣 不禁令人想起不死鳥或是南方的珠穴 至於三神鳥中的最後一個 代表著黃色的靈犀隊的閃電鳥 當然也出自四色版 只要玩家的寶可夢學會衝浪招式 就可以從 9 號道路前往無人發電廠挑戰閃電鳥 同時它也是唯一一隻不在劇情主線上的三神鳥 應該任誰也想不到 有天它會因為叫聲而聲名大叫吧 Pokemon GO 推出至今已經迎來第一個週年 歷經新地區寶可夢與道管站改良等等變革 未來還有交易系統和更多的神獸在等著大家 不過遊玩時還是要記得安全第一 也不要給其他人帶來困擾 當個優質的訓練師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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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